昨天前線百分百 特別製作了一個主題 叫做今年11月份 您要繳的 應該說地價稅 全部都要大漲價 而且漲三成以上 結果引起市場的一震華然 就在今天這位 他叫劉文志 請看他的照片 市場封他為叫做飯店教父 飯店他是leader 他很懂他也知道 結果開了這麼多的飯店 像西華飯店就是他的你知道嗎 所以劉文志說了這番話 讓我們整個嚇醒了 他批房地稅 就房屋稅 地價稅 全部都飆漲 讓他開炮 他說他撐不下去了 他是萬豪 萬豪是國際的飯店集團 所以在台灣萬豪董事長劉文志 昨天批評 台北市房屋稅加重 地價稅漲了三成 加上水費也大漲三倍 連中三槍他大嘆了 稅太重讓我再努力賺也沒用 扛不起我就只好關閉 關門飯店了 來請看下一張 到底有多重呢 他又說了第二段話 台北市的公告地價調漲太多了 萬豪樓地板面積是台北101的四分之一 而我現在萬豪要繳的地價稅 竟然跟台北101繳得差不多 這對新進業者來說負擔是這麼樣的重 你叫我如果賺不了 稅都繳不了了 我乾脆關門打擊算了 台灣的飯店業要get over了嗎 這是我最擔心的地方 其實這個問題出在哪 因為它是新進來的 這個市政府調的時間點是 2014年以後取得新建執照的 所以會造成這些新進來投資的人 開始在挨了嘛 那我覺得這也是有問題 為什麼 因為你看這次就是這個劉文志出來講 其他這個舊的沒有出來 但是你看喔 產學界就有講到 這個東西啊 對於這個萬豪 像萬豪這種企業 對於投資帶動就業 地方的經濟效應 有沒有產生外移的效果 有啊 有嘛 你一家高級的飯店 對不對 你像萬豪最厲害是什麼 台灣有沒有任何一間可以容納 像APEC這種國際會議等級的飯店 應該沒有啊 每次APEC來台灣開會 或者是相關人員很多 基本上都要兩到三家的飯店來容納 可是他一家就可以容納APEC這麼多的國際 萬豪一家就有啦 三千個人會議廳 台灣以前沒有 越南有沒有 有 台灣還輸越南耶 結果你去對待這一種 他很有眼光去蓋這一種 飯店會議廳的人對不對 對 所以他有沒有產生一些所謂這個外衣的效果 一定會 我問你喔 如果照你這樣說的話 連APEC來開會 這些長官們都能夠容納的下 那一家的萬豪飯店 光他的聘僱的員工 包括了清潔人員等等 我猜想應該有幾百人會有吧 這一定是有的啦 所以他他能帶動的東西 我覺得是有 而且大家可能不知道萬豪酒店 你去這個美國納斯達克看 他是有掛牌的 是喔 這家很大囉 對 因為我對萬豪最早的印象是哪 我去香港玩 香港的金鐘 有一家叫做萬豪天際酒店 為什麼 因為他為什麼叫天際酒店 五十幾樓都還有房間 你就可以想見這個是一個多大 多大型的國際飯店 好 那再來啊 除了這些產學界之外 還有講到一個 說這個稅改什麼 一刀四切的 為什麼 因為以這個二零一四年來劃分嘛 後面買房子比較倒楣啊 那你就是降低民眾都更的意願 他們認為 從城市治理的角度來看是錯的 因為我老房子已經沒辦法住 我才要都更嘛 結果蓋好了新房子之後呢 你給我加了一大堆稅 我的負擔壓力更重 而且很多都更的都是收入比較偏少 我是覺得真的是有必要檢討啦 但是講了這麼多 就是政府你要聽得進去啦 但比較重要是大家 這個劉文志出來講了以後 大家開始很好奇 這個人到底是誰 對 對不對 講到台北市的飯店 你可能你聽過兩個人 嚴長壽 對 大家這個亞都的這個總裁 潘思亮 金華的這個這個總裁 但是劉文志到底是誰 實在很好奇 好這個西華飯店 如果你有經過 他在民生東路上 在這個敦化 跟這個復興的中間 他是這個在那邊 那這家西華飯店 就是劉文志創立的 那他也投資了萬豪酒店 這個人呢 很有生意頭腦 很會做生意 年輕的時候 我記得他的故事 這樣年輕的時候 他聽到人家跟他聊天說 這個台灣很多 就是我們講的那個檜木 檜木外銷到日本 日本人很愛 那劉文志知道之後 我來做這個生意試試看 於是他就去宜蘭找 找這些 因為宜蘭那邊這個山上有 找這些東西 外銷到日本 開始賺錢 另外台灣最早幫 愛迪達代工的 就是劉文志的公司 在一九七零年 他還比保存早 保存的當然還是 劉文志在轉給他們代工 所以眼光很精準 對 他很精準 那也因為一九七零年 他幫愛迪達代工之後 才開啟了 他現在在開飯店的人生 為什麼 因為他常跟歐洲人做生意 他發現歐洲人很有品味 他覺得台灣好像缺少 這樣的空間 所以在一九九一年當年 包含凱月跟西華有開幕 還有金華 但是西華是在那一年的 比較年尾開的 好那西華開了以後 其實也造成蠻多轟動 這等一下再講 那在這個 在這個劉文志 先前在兩千零一年的時候 有人形容他什麼 台灣手握現金最多人之一 那時候手上估計 至少超過一百億的資金 因為那一年是什麼 網路泡沫 因為你開飯店都是收現金的 哪有在收支票 而且他以前做生意 累積了很多錢 其實他都不輕易去做投資 那這個人我剛才講 他跟歐洲人接觸很多 所以他很熱愛什麼 這個古典音樂 很熱愛油畫 另外這次萬豪 是花了兩百億下去投資的 他的名言 這個旁邊人講 有生意 不賺錢他就不做 做生意不賺錢不做 有十塊錢 我只做五塊錢的生意 其實算是比較保守 但卻又很成功的 但是有十塊錢 只做五塊錢的生意 這一點 跟他的個性跟堅持有關係 柔軟姐講的完全沒錯 為什麼 因為西法飯店 他有很指標性的意義 第一個 他開業的地點 外商非常的多 為什麼他開在那裡 他就是要服務 他認為比較高層次 比較類似像白領階級的人 那再來 他是過去台灣人 投資五星級飯店的一個代表 先前要開業之前 他去禮聘了這個 半島酒店退休的這個總經理 當他的顧問 而且你不要忘了 第一個請米其林三星主廚來台灣的 就是西法飯店 對 所以你看他是蠻有前瞻性的 而且西法之前 很多政商名流都是指定入住 包含英國的柴契爾夫人 老布希總統 甚至像郭富城周润發這些 來台灣住哪 我一定要住西法 你不講我還不知道耶 我以為是住其他金華 所以你說嘛 這個在為什麼一家台灣飯店 連柴契爾夫人跟老布希都要指定入住 就表示他在裡面一個位置 那另外在之前 為什麼我們說他很有品味 你看不惜血本全球巡訪名畫 在飯店裡面每一幅畫都是不一樣的 之前開幕的時候天天有人在飯店照相 連地板都不放過 你知道為什麼 他掛名畫在飯店 不怕被破壞 這個就是人家願意去投資 因為你住在那的人 對啊 所以你說路客一堆在那邊 哎呀怎麼在那邊尿尿啊 對不對 就會有這種問題嘛 對 這個叫小孩子不要亂跑 所以另外一個是說 過去台灣很流行大理石的這個裝潢 你看人家大理石台灣買不到 他是設計好意大利切完來台灣裝的 所以整個都顯示出這個劉文智 為什麼他是飯店教父的這個風格 一個企業經營如果要做得長遠 而且做得好 其實用不用心太重要了 那結論我還是要個答案了 因為劉文智批的依舊是 現在已經漲價的地價稅 即將漲的大漲的房屋稅 那會不會真的讓台灣的飯店業 over掉呢 整個就啟動了 新進的一定over了 糟糕 舊的還是活得下去的 為什麼 因為舊的不適用新的稅率嘛 所以這個就是政府要去解決 他們困難的問題 確實 所以有些稅賦在擬定的同時 應該要多個層面思考了 就好像我們在看台股市相同的 左上面面俱到幫您沾錢又顧後囉 下個禮拜呢 好 八月很關鍵 歐美股市面臨八十九個月的 關鍵變盤轉折 這是最重要的 所以大月你要嚴防外來的衝擊 就歐美股市風吹草動 你要特別小心 所以當然連動是外資 第三呢 台股長多缺利 它的移動平行線是多頭排列 這是很難得的 那短線是在整理 就是這個禮拜是整理 那波段的目標九千里 下檔強力支撐 大概在八千五百里左右 那你為了要避這個不確定的風險 你可以轉進第一基期的個股 以側安全 大概能做得比較好 好 才是順哥了 第一句話他說 歐美面臨到八十九州的 中調的轉折 的確 今天晚上的歐美股 有點膠著 雖然穩在盤上 但是穩嗎 鎖定改口的 十日新聞感謝收看 祝您晚安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